生菜、蒜头、番茄、辣椒配上腌制的茶叶 这道茶叶拌豆是缅甸的传统小吃 它汇聚酸、咸、辣、色、苦 特殊口感十分受到缅甸人的喜爱 文山公民会馆规划的缅甸茶文化讲座 邀请民众来体验 缅甸的茶叶跟其他世界各地的不太一样 当然是原本的树是一样的 它是生长在高山地方 然后你知道缅甸的地形就是高山也很多 冷的地方也有热的地方也是很多 所以的话因为交通不方便的原因 下雨之前现在四月份 我们在台湾叫做春茶 比较昂贵 在缅甸也是叫做雪皮摸路 摸路就是说下雨之前 采的那些茶 也就是四月份左右 采的那些茶是最好的 叫做雪皮摸配 摸配就是茶叶 如果是说雪皮摸配 就是下完雨之后 五六月七月的时候 出的那些茶 它就比较香度没那么好 因为它被雨淋过 所以又是高山跟平原 相距很远 交通不是很发达的状况下 缅甸就自己制造出来了一个文化 叫做茶 那个水茶 我们这边叫水茶 它就是有水的那种茶 那这里这个就是从缅甸进口来的 这个是有编成水茶了 腌制了之后 又再处理过的 也就是说加了一些料 可以方便外国人 打开来就可以吃 当然 打开来直接吃的话 它还是有一些 对这边的哥哥姐姐们来讲 还是有一些挑战性 可以尝尝看 那我在这个文山 享受到就是说 我们猫口有茶叶放 对 我们缅甸也有啊 我说我们缅甸也有啊 还是好几百年的历史 就是什么 这水茶的话呢 就是棒起来吃 加什么 加豆子 加蔬菜 什么都可以加 只要你喜欢吃的 又叫做水茶沙拉 这全世界里面只有缅甸有 它也现在是推销到世界各地 原来的话呢 它只是说 把不同的东西摆在一起 然后就一样尝一口 一样尝一口 闲暇的时间也好 或者是婚伤喜庆都会用它 吃饱饭 简历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一个东西来简历 我们文山公民会馆 这次举办的 缅甸茶文化体验的活动 是因为为了配合 现在疫情已经解封了 然后陆陆续续都有出国的民众 那为了弥补大家这几年 关在国内 没有办法出国的那种心情 所以特别安排了缅甸的讲师 缅甸本籍的讲师 然后来到我们会馆 做一些缅甸的深度 深度文化探讨 深度文化了解 那也是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把缅甸这个比较神秘 而且比较少人 比较不为人知的 比较不会旅行团会去的国家 带给大家知道 除了茶叶可以拌菜 还可以直接吃拌饭 加奶精 煸乳享用 茶叶可说是缅甸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 缅甸的茶文化真正的来讲 也是来自于中国 五千多年前 从中国大陆那边遗传过去 因为缅甸的东部 跟云南那边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云南那边的民族 好多民族 有一些民族缅甸也有 中国大陆也有 譬如说 那个 譬如说金波族 金波族到了缅甸之后 就叫做 格庆 格庆 丹印大 丹印大就是民族 他是缅甸的那个 八大民族之一 另外 在中国那边 有一个叫做 德昂厨 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 德昂厨的服装好美 德昂厨一总共有12个支派 他们就是分布 他们的90%的人 都是在种茶叶 因为他们分布在高山上 所以这一个茶叶的话 就是一般的茶叶 我们叫做钢茶 缅甸话叫它色茶 因为把它的水泡出来了之后 苦苦涩涩的 叫色茶 叫做 阿胖 阿胖 除了这一个之外的 这一边叫做 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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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这一边 台湾这一边叫的红茶 发酵过的 刚刚那个是没发酵过的 这是发酵过的 发酵过的主要是拿它泡奶茶 阿缅甸的西部又跟印度 孟加拉那一边连接 所以又被印度的文化影响 所以缅甸的那个 印度拉茶到了缅甸又改变了 又变了一个口味 印度那一边它会加一些香料 缅甸的没有加香料 所以在缅甸的话呢 这个茶铺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茶叶文化 讲师也介绍缅甸的穿着习俗 对他们来说 穿沙龙加拖鞋是高官们的标配 不同于一望大家对于拖鞋 叫休闲的想法颇有特色 你看这个给他这样子绑上来 就在那边洗澡了 洗澡之后换怎么换 很简单 给他一个套进去 那个就给他缩下来 对你看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所以那个洛书跟队长 哪有什么可以 可以找一个公共浴室什么之类的 换衣服没有 拿着一条沙龙什么都可以做 沙龙有一个好处 尤其是对那个青春群的女孩子 金色买的时候可以麻烦 你说露出来了就露出来了 我们的这一个你看 你这样子穿过 如果是脏掉了露出来了 我给他逛一下就不行 接下来在文山公民会馆 也有许多讲座活动 邀请民众参与 报名可要手刀速度 我们这次的活动啊 一样都是在公民会馆 走读去这个网界上报名 然后报名得非常的踊跃 大概两三分钟就已经额满了 那如果有 之后还有机会的话 务必请 想要报名的民众可以 在12点 我们都是中午12点开放 如果还有其他活动的话 中午12点的时候就要 在网站上面准备了 那在5月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场是泰国的活动 然后泰国的老师 他会讲解关于 佛丽新年 泰国的传统新年的 泼水节的相关文化探讨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